就輕鬆一點 因為今天風圍好像跟那個創作物 創作物感覺比較嚴肅 這裡比較像一個家的感覺 所以大家比較free 那這是我很喜歡分享的一句話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畢業的時候很深的感覺 對就是台灣的教育其實它非常的貼心 而且異常的貼心 它幫你把所有東西都切得非常的細 對然後把你都管得非常好 所以你會認為說這個世界上 有的時候好像就是這樣運轉 怎麼說呢 例如說你本來是國英數字社 然後你念文主你未來就可能念文學 你禮主你未來就是念理工 然後你就一輩子就學學學這些東西 可是當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卻發現這整個社會 完全不是到這個樣子的運期 對然後你就遇到很多挫折 對這就是 我那時候的感受是這個樣子 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清華之前那個核工系 核子工程系它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他們很多畢業的校友 後來都跑去做了核四 對那他們花很多時間 然後把技術研發得很好 可是核子蓋不起來 那原因是什麼 是可能是政治 可能是因為官商勾結 可能是巴拉巴巴巴 各種各種理由 反正就跟技術壓根沒關係 可是他們很常會看到 他們常常在網路上留言說 我跟你保證這個東西非常安全 核能非常安全 可是事實上大家 最後的問題真正就不是在這上面 可是學校不會這樣告訴你 學校只會告訴你把技術是念好 你只要蓋很安全你就讓你蓋 就是他會給你這種錯覺 那這當天回過頭來 其實很多理工科 包括我們教大的學生 常常真的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他發明了很棒很棒的產品 有很好的技術 可是沒有人買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行銷 他沒有商業 他沒有巴拉巴 很多很多會計的概念 所以這事實上 你在社會上做任何事情 就跟你生活一樣 他是整合性的科學 他是全方位的東西 可是我們全部都忽略 這是我們的教育 那非常成功的案例 蘋果就不再多說 他的成功就是因為 他整合了科技 又整合了商業行銷 最後還整合了設計 很多時候我們台灣的廠商 其實還停留在上面這兩個 就覺得很厲害 例如說 工科學生最常遇到的狀況是 你以後要做什麼 我以後可能想要創業 所以我研究所去念一個商館學院 可是你很少聽到工科學生說 我以後想創業做產品 所以我去念一個設計學院 不會 因為他完全是拋不在哪裏 就是我們的思維 停留在很以前很以前很以前 那其實國外的大學 不管是史丹佛 哈佛 MIT 他們很多的計畫就是把學生全部 歸在一起 就是不同學院的學生放在一起 做學成 做交流 為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真的去 激慮出不同的火化 而不是在自己的那個專業領域 不斷去思考 然後卡在那個框架裡面 可是台灣還有一段路 那這個是我那時候去丹麥做設計產業參訪 大概兩年前吧 那時候我看到一張椅子 然後這張椅子非常非常有名 它非常的經典 叫做彈椅 可能室內設計的 會非常非常了解 這張椅子原版的話應該上百萬吧 然後顧客至少要幾十萬一張 對 那我們就馬上來拿一個對比 就是我們通常看到台灣的椅子都長什麼樣子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 啊 多功能 然後金牌匣 然後有專利也要放專利書上去 不放這些感覺好像你椅子不夠強 對 那賣多少錢呢 我猜幾千塊吧 我們先姑且不論工業設計層面 它這個椅子設計好不好看 我們就把這張椅子移到剛剛這張圖上面 它的價格可能就先往上增長了幾千塊錢 就平面設計而言 我不談它的工業設計 就是這個椅子 所以很好玩的是說 其實設計它代表非常大的產業價值 以及負價價值 這可能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問題 可是我們都忽略它了 對 我看剛剛那個室內設計的那個前輩 他笑得很開心 好 這是施政榮我們交大的老學長 我非常喜歡他 其實他之前就講過一句話說 他以前提出科技島 把他台灣做成科技島 讓他後悔 因為其實應該是人文科技島 因為科技沒有人文 他就是死的 他就是兵的 他是沒有感情的 他是做不起來的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在可能從交大這個角度去思考 還蠻有趣的 我們台灣做IC Design這個產業 就是說做科技業 我們做了多久 不過就幾十年的時間 可是我們的可能IC設計這個東西 做的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們只花幾十年就追上來了 那我們再來看大陸 大陸現在的IC產業 就IC Design產業 據我跟我朋友問的了解是 事實上他也花了更短的時間 可能世界二十年的時間 他也追上了台灣了 甚至即將超越或是已經超越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科技的東西很好追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想一件事情 歐美的設計產業請問台灣要花多久時間才追得上嗎 我們有追上嗎 你有看過任何一個國家說我們要放的設計產業 然後碰一聲就哇就做起來沒有 很少非常困難 為什麼原因是因為其實設計產業它是一個文化 你看到就是你所學到的東西 它是需要長時間的醞釀一個環境所構成的 對 那我們都知道這些事情我們也能在做 尤其是事實上是有 先跳過來先講一下舉個案例好了 這是國外的示範 大家可能看到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那我把它對比台灣示範你就很有Fu了 這是台灣的示範 OK就可以看出我們這個水準了 不再多做評論 那這是台南的一個示範的事件 那在這個台南示範事件裡面呢 台南市選了九個示範 然後大家出來投票 投票了之後他就會把它當成他未來的示範 然後很多藝人界的朋友看到之後 他就出來大罵說任何一個選上都不好 那我從這個事件裡面我個人的認知觀點是說 其實台灣不乏很多很厲害的設計人才 或是這種文化或是什麼藝術背景的人才 可是事實上真正做決策的這些業主 或是政府官員 他們不懂設計或他們沒有美感的素養的時候 是沒有意義的 對 這是我個人的認知 所以我認為設計其實不應該是少數精的事情 它應該是全民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有沒有在做美感教育 有的我們放了很多很多的美術館 對 然後每年雜樂好像數億 甚至數十億的經費在上面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的小孩子可能平均一年去不到一兩次 加起來不到 整個時間不到二十個小時 說實話 你真正離開之後 他充斥他生活百分之九十九的卻是 這種東西 就是 對 我們平均的街頭 不好看的 然後選舉很醜的海報 然後 然後 這不是刻意的 只是覺得他長很可愛就放上去 一年後 說實話到底有誰還記得美術館 早就汪光光了 這好像數學已經只算一題 怎麼可能會 不要騙我 對 對 所以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到底 誒 快點 就 除了這個 老的方式之外 我們能夠想一些創新一點的方式 來把它解決我們現在談到這個問題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分析開始去想 小孩子一天到底都在幹什麼 對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小孩子或是華人教育 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念書時間超長 對 我不管你認不認真念 反正你就是得看書 然後下課之後可能還有補習班 所以平均八個小時我個人認為不過分 雖然你沒有很認真 但是你就是得看著他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回過頭來想 其實念書一直都是你從小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學生是什麼 念書18歲以前你沒有任何任務就是念書 OK 那我們來想 念書時間很長 很無聊 我知道 美術館對於很多人來講 很美 但是根本沒有時間看 或是說很遙遠 如果是偏向小孩子孩子的話 非常非常遙遠 那我們能不能把它融合在一起 對 所以我們就想了這個計畫 只剩一分多鐘了 我現在才講到這個計畫才剛開始 沒錯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好看的教科書 既然你都必須看他了 那我們讓他變好看一點 對 能不能像成品的書一樣 那麼好看 好 這聽起來很瘋狂 但是事實上是可行的 對 對 我們是這樣認為 不過時間只剩一分半鐘了 好 那 我想看看該怎麼辦 加速嗎 好 我們計畫變成三個階段 啟動 翻轉 還有撞照 我快速進行 對 一直點標題 一直點標題 我們希望做一本教科書 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 希望讓這個計畫變得很有吸引力 然後很酷 這也是為什麼我站在這裡的原因 對 然後我們挑選了國語文 做我們第一本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在12年國教裡面呢 它其實佔四十分之七 而且國文它是所有的課本裡面 最常閱讀的一種科目 你很少去一直看數學課本吧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國客 然後我們找一間國小 然後跟他們做合作 然後透過那邊的老師的介紹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邊進行 沒錯 然後我們把它十四課 課文找到很多很多設計師 做很多不同風格的設計跟搭配 這樣 那我們希望經過這一次 第一次之後 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 其實課本可以很好看 它不應該只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所以它應該要很好看 對 這是我們想像的 OK 時間完全不夠 接下來該怎麼辦 接下來 快轉快轉 反正我們第二個是希望說 找到一家出版商合作 然後推出一系列的這樣的教材 對 然後我們第三個計畫 就是最後面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做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對 在 在跟出版社會合作 那我們想法其實很簡單 其實 你看喔 你會知道鄭頭語 你會知道 可能朱志欽 你會知道這些人的原因 是因為 課本沒有介紹 那 既然它是一個這麼好的宣傳媒介 那我們能不能讓一些 設計大師的作品也放進來 變成一種宣傳 對 那就 雖然說出版業沒有那麼多經費 但是 還是可以 找到很好的人權過來做設計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可以放五分鐘去嗎 嘿嘿 可以 這樣原本的教科書的成本差多少 好 你就先這樣想像 第一個教科書它很大的成本在印刷 對吧 那你改設計 基本上你增加印刷費不會太多吧 所以其實是設計費的問題 那設計費的問題其實 這可能叫問 設計業的 就是設計產業的 其實它價格會差很多 可能大師的價格喊的就很高 然後可能一般人的就喊很低 這樣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創造的是一個生態系統 一個新的生態系統 它是富有更大的意義 是讓我剛剛講的真正的大師 他可以用便宜的價格過來接案 因為他可以讓更多孩子就認識他了 這是一種品牌效益 也是一種教育意義的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我們期待是可以不要差太多 因為說實話 成本差很多 就推不起來 因為出版社其實它根本沒什麼錢 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想法 但是還有待驗證 對 真正的大師聽到嗎 真正的大師為什麼想要跟我合作 我不期待每一位大師都跟我合作 但是我相信會有那麼意義 其實就像我們這次第一本啊 我們就請到一個叫做馮宇的設計師 對 他在業界 在至少在出版業上 在那個平面設計 書籍設計上還算蠻有名的 我只是跟他提案 想那個想法而已 他就願意做 所以我相信這個東西如果長期推下來的話 是有很多人願意的 對 是我們 沒錯 就是我們 那你們進入幾塊成功 那你們運氣第一個 你們是不是會進入這次教育 我們已經進去了 我們現在就在試用 這已經開始了 對啊 這學習已經開始了 學生的反應 超棒 沒有 超過我想像的棒 真的沒有 我不誇張 我不誇張 你很難想像一個小五的學生 所以我們一開始想說完蛋了 因為說實話 這計畫我們也不想作假 我們都想說對來很真實 就我也不想騙大家說 小孩子笑得很開心 所以我很擔心 發下去那一張 同學們打開的時候 哦 又是課本 結果後來發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小朋友想像得比你成熟 他會真的跟你說 我覺得這裡的留白是可能讓你思考更開闊 就是我覺得這個排得比較好看 我覺得這個風格是我比較喜歡的 那我覺得原本可能很寫實 但是 想像力就少了很多 你難以想像這是小五小孩講出來的話 而且我們完全沒有任何就是say go 或幹嘛 我們就是發下去 然後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怎麼樣 所以那一次的效果讓我們覺得這件事真的值得做 值得做下去 好像有點講太多了 我問條基督了 那老師用的 因為老師也是要教長的 那老師用的 不是也覺得OK嗎 好 那就要講了 其實原版的教科書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設計 而且很多年的經驗 因此他設計出來的 不管是通用性或使用性或是他的功能性 確實非常強 他就是好用 對 那我們其實 這個等教科書從拿到 因為我們是體制外做 我們拿到他的版本 然後再找設計師整個弄下來到印出來 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因此我們很多部分做的沒有原版好 我自己給這本是打30分 對我自己是這樣 對我相信下一次之後 我們會把 我們會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認真研究說 他們原本的那個 的功能性 他是怎麼做的 事實上 我想看看 所以老師用起來 他是覺得說 有些部分適合用 有些部分 像課文他就比較還好 然後 像他的一些很重活動 他就是 確實是原版是比較好的 對 這個我們不否認 對 因為畢竟第一次做很多地方愛愛學習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日本的教科書 他的通用設計 他是已經專業到 他連射盲都考慮進去了 就是你所有的小孩用 尽管是射盲 他的對比度都要夠高 這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些字啊 或是配色 還有嗎 還有嗎 雖然覺得50秒 帶來一個問題 嘿嘿 學弟 先生好 那我想請問就是 你們課的內容是 你們自己的設計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完全一樣 對對對 因為那個內容就是 就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只負責 我們只想告訴大家 最近是可行 因為我們如果 我們一開始之後 其實真的是就拿一份簡報 然後開始到處找人講 沒有人 就 大部分人就不理我們啊 就算相信你說 誒不錯不錯 他也不會防你 對 所以最後我們說 好吧 那我們自己來證明這件事 是有可行的 所以我們就自己先做一本 然後 這本做完之後 我已經知道方向 我們相信第二本 應該可以做 我心目中應該也做到六七十本 然後到第二本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 幾乎是已經可以在市場上運行 到第三本 我相信他已經是可以超越市場上 現在的 的 的做法 誒 對沒錯 教科書要審 然後 呃 對 所以 所以你想問的是什麼 我想問的是 你們之後 分魔化以後 會不會教育部打 OK 好 回過來講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 他們審是審內容 他根本不care設計 我們教育部的思維 一定跟設計 你知道就是 哦 拉得很遠 就是一個不同層次 所以 他們以往的國立 呃 現在叫做 國家教育部研究院 他們在審的時候 他們只care內容 對 跟這是沒有關係的 對 好 誒 這是我們的理想 希望這個東西下去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加速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設計文化的進程 對 我們相信你想看一個小孩 延續十年的時間 是在這種環境下生長的 我相信會有一點效果 嗯 好 那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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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應該是聽到